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 创与到未来,见到长大后的妹妹的故事 未来的未来 小军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 小军妈妈生了女孩 起初小军对妹妹很好奇也很喜欢 爸爸为了妹妹把工作调到家里 当家庭主妇,却总做不好 妈妈也只照顾妹妹 一天,小军把自己的玩具拿出来和妹妹分享 妈妈看见了,呵斥了小军 小军觉得委屈极了 于是小军就去教训妹妹 把熟睡中的妹妹弄哭了 妈妈又呵斥了小军 小军抱住爸爸的腿,想寻求安慰 爸爸却直哄妹妹 小军更加委屈了 小军哭着跑到院子 突然,院子里的树发光了 他看到院子里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原来,这个中年男子是这个家里的宠物狗 他说,自己在小军没出来之前 爸爸妈妈也是叫他宝贝 每天夸赞他,对他很好 可是,在小军出现之后就变了 小军把他的尾巴插在了自己身上 变成了一只小狗 在庭院里到处浪窜 这只是个虚拟世界 小军还是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晚上,爸爸妈妈给妹妹取了个名字 叫蔚来 到了女儿节 妈妈给蔚来摆起了人偶 小军和蔚来的爷爷奶奶也来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爷爷奶奶聊起了曾祖父母的爱情故事 三月的一天早上 妈妈去上班了 爸爸抱着蔚来 接送小军上下学 做完家务的爸爸本来想休息一下 可是还要工作 小军让爸爸陪自己玩 爸爸忙着工作 敷衍地回答着小军 小军来到庭院 那棵树又发光了 这次他来到了一片树林 看见的是长大后的蔚来 长大后的蔚来让小军 跟爸爸说把人偶收起来 小军说不喜欢蔚来 所以他不干 长大后的蔚来就拿他痒痒 小军并没有因此感到生气 反而很开心 小军跑去跟爸爸说 让他把人偶收起来 一心工作的爸爸敷衍地回答 并没有实际行动 长大的蔚来偷偷潜入家中 想自己收起人偶 险些被爸爸发现 他好及时回到院子 一天中午 不收拾玩具的小军 又被妈妈喝止了 生气的小军来到了院子 这次他看到了小时候的妈妈 小时候的妈妈告诉小军 自己有个弟弟 他不喜欢弟弟 小时候的妈妈带着小军来到家玩 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这个时候 小时候妈妈的妈妈回来了 把他骂了 晚上小军看着熟睡中的妈妈 小军好像明白了什么 第二天中午 爸爸叫小军学习自行车 睡了好几次的小军 在爸爸怀里哭了起来 不一会儿 蔚来也哭了起来 爸爸赶忙去抱起蔚来 不论小军怎么教爸爸 爸爸都没有理会 回家后 小军生气地把帽子扔在树下 这次他看到一个高大的男子 男子邀请小军一起骑机车 小军害怕就拒绝了 可是他还是跟着男子出了门 男子来到了马场 邀请小军骑马 还没等小军拒绝 男子把小军拉到了马上 他告诉小军 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遇到事情 看向前方就会有勇气 男子还带小军骑了机车 小军把这个男子当成了爸爸 小军对爸爸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在没有爸爸的帮助下 学会了骑自行车 原来 那个男子是小军的曾外公 暑假 爸爸妈妈让他小军和蔚来外出旅游 小军要穿黄色的裤子 因为黄色的裤子洗了梅干 爸爸就给他穿蓝色的裤子 小军生气地躲在了衣柜里 当他出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走了 小军以为爸爸妈妈不要他了 正当他背起书包要出门时 院子里的树又发光了 这下他来到了车站 人来人往的车站 使小军感到害怕 他来到15招令处 他们问小军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 小军都不知道 所以不能进行登记 每日认领的小孩是要被流放的 小军正要被强行带上车的时候 他看到未来也要被强行带上车 小军就像妹妹 此时他喊出自己是未来的哥哥 原来小军在虚拟中迷路了 长大的未来带小军走了出来 他带着小军飞向庭院里的那棵树 在时光轨道里 小军看到爸爸小时候 也因为学自行车吃了很多苦 看到曾祖母跑步 故意输给曾祖父 小军再也不讨厌未来了 他拿出包里的香蕉给未来吃 爸爸妈妈也没有走 他们在收拾着行李 好好地珍惜当下吧 生活中总有些人改变着你 但你更应感谢那些 陪伴你成长的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都会在二全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守候